柯文哲 不要說是民進黨 這個多麼痛恨他好了 柯文哲後面做的事情 對嗎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柯文哲八年來 他不是說 這個財團拿到他吃人肉嗎 但是他跟這些吃人肉的財團 這個哥們良好 只有沈慶晶嗎 而且呢 現在居然不止財團 這個阿伯呢 據說也曾經主究 天道蒙的八八會館 本來2022年 爆發了一個事情 就是警大的校長 跟天道蒙的這個角頭林秉文 一起進出了這個八八會館 當時引發了這個風波之後呢 就牽扯出原來柯文哲 在2020年也曾經去過 兩次林秉文的八八會館 但是當時柯文哲是默認的 他只說我五分鐘又吃完了 我什麼都不知道 這樣你還去兩次 而且據說呢 還去了這個內湖的這個八八會館 不過學偉說 裡面可能有貓膩 因為不要忘了 沈慶經也去過林秉文的八八會館 還跟他借過錢 還跟他借過錢 那也叫你啊 如果照柯文哲講的 五分鐘就吃完 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就走了 那你還去第二次啊 這就很奇怪 然後另外今天還有一個發展 就是鼎月的這個豬雅虎 他行賄認罪的裁定書裡面 據說有寫到 豬雅虎為什麼被羈押境界 因為他還行賄了一個神秘的角色 這個人非常的有影響力 可是他不是公務員 那這個很有影響力的人 居然可以影響柯文哲 然後呢 讓豬雅虎還要塞錢給他 那這個角色到底是誰 會不會是柯文哲 突然拒絕應訊的原因啊 我們只講到做八八會館 只講到林秉文 樓雅嘛 對不對 那個樓雅 問題是 樓雅他的合作對象是誰 郭哲民 郭哲民在幹什麼 地下會隊賭錢洗錢的 地下會隊賭錢洗錢的 一年幫人家洗錢 洗了一千多億耶 對不對 一千多億喔 所以就跟你講說 你今天林秉文只是一個頭 因為樓雅都是出面的 你今天包括陳哲文 警察校長還有其他人 鄭文燦什麼東西 都林秉文出來 因為林秉文是在外面 他的人命很廣 所以很多東西透過林秉文 可是私底下在洗錢的是誰 而且你知道嗎 林秉文跟沈慶晶 還有一個四億還六億的 一個債務糾紛喔 當初林秉文還拿出了很多 十幾張的那個本票 說你沈慶晶簽的 你為什麼沈慶晶會 錢本票給林秉文 說真的 這個中間很多貓膩在裡面嘛 所以就從中間去查就知道 好 那我們講說 你柯文哲 2020年就已經去過 林秉文的爸爸會館兩次嘛 對不對 那問題是 你認識沈慶晶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2017年 2017年喔 2017年是什麼 是沈慶晶的財務爆發危機的時候呢 所以那個時候他洗米華不是跑來 跟他要了60億的債務嗎 對 所以你會發現說 你為什麼剛好跟這個地下會對 跟這些洗錢的人那麼熟 對不對 所以說這金錢你把它湊在一起 為什麼那個來來往往都是幾十億幾十億 你就像那裡貓膩在哪裡嘛對不對 好啦那你柯文哲去了之後你說 哎呀你不要找我 找我吃完就不好意思 五文哲就吃完了對不對 什麼都不知道 發生事情的時候什麼都不知道 對不對 你五文哲東西吃完對不對 接下來吃甜點吃多久 哈哈哈哈 對不對 你五文哲吃完 你在裡面不可能吃完你就拍拍屁股做嘛 就像你去逃出影院 你唱歌只唱五分鐘嘛 對不對 甜點 對嘛 焦糖布丁就五分鐘啊 對啊那你在外面 你接下來時間在幹什麼 對不對 所以不要講那些有的沒有的啦 對不對 柯文哲為什麼最讓人家詬病 對他 肚什麼的那個 一副刀罵案人致命清高的樣子 對不對 別人都不對 都比不上我 後來狗屁倒招事情一掀開之後 最臭的就是你柯文哲 言以待人寬以律己 所以常常講說柯文哲無恥無恥 無恥就是這樣嘛 對不對 你不要跟一夫好像賣廚師 好像自己很穿高 要不要 那咕咪道招事情 你哪一樣落下來 你告訴我 對啊 搞了半天 原來他去了爸爸會館 根本私底下是個洗錢中心啊 對啊 你去爸爸 爸爸會館這什麼地方 你就去過了嘛 你說裡面還有外賣嗎 外賣的洗錢最好 不是啦 招待所裡面什麼東西 咕咪道招事情都有嘛 粉味的也有嘛 吃的也有嘛 薄的也有嘛 看你怎麼交代啦 對不對 看你主人興奪一味的嘛 那你那天去你柯文哲是主人嘛 對不對 是不是你揪的 對不對 人家貸你去的嘛 所以你不要假鬼假怪說有的 所以我就跟你講 國畢找到事情 你會去那種地方 還一年去兩次 這就是不簡單 而且你跟沈欣欣到新店的招待所 還被人家壯健 對不對 對 跑去逃出營園你看 逃出營園 換個角度來看 也是另類的招待所嘛 搞了半天 柯文哲很愛跑招待所耶 對啊 所以你很多東西都Undertable 你不是說要怎麼公開透明嗎 原來你都私底下在下班之後 你的生活比賽 辦公室更精彩了 對不對 所以你看不出來嘛 你每次一句 好像我一句都傻傻 很老實的對不對 那國畢倒三 你去的招待所 次數比我還多 而且現在八八會館的消息 突然出來 欸 搞不好八八會館 可能跟金流也有關係 照你這樣講 對嘛 因為八八會館 本來就是在搞這些東西 你以為郭振明跟林秉文在幹嘛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兩個 我說實在你真的海西人 你去哪裡都陌到 所以你看那個S教育所 王牌教育所這個事情 有沒有 欸還捐錢給你 這個說實在 這個也是下次接下來一堆人 所以我昨天就講說這種 柯文哲在經營密謀這些事情 根本就是一個犯罪團夥 他經營那麼久了之後 旁邊的一大堆人都知道嘛 對不對 我也告訴你說 你現在要判斷柯文哲核心 很簡單 知道金流的就是核心 不知道的就是核心外 所以黃國昌到現在還在叫囂 叫我很大聲的對不對 啊聽你的只有你一個而已 那你為什麼呼喚說 10月5號要土城庭科對不對 那我也覺得奇怪 你要寧靜舉牌怒嗆 心威權 你到底要寧靜還是怒嗆 我也不知道 所以到時候看看吧 寧靜跟怒嗆兩個對不起 不過我可以看得出來 柯文哲 那個黃國昌 你就是柯文哲的核心外 對不對 2013年11月16號才加入民眾黨 他也可以畫很大聲啊 我以前的事情我都不知道 真的 對不對 我相信柯文哲 我叫我騙的 到時候如果柯文哲定罪 什麼證據探出來 我叫我騙的 你看 很厲害 你看你現在在博取政治紅利啊 因為還有一群小草在那邊 死等著死守著 那個老柯文哲嘛 對不對 你現在就是把這些小草帶起來 對不對 等到柯文哲真的一旦倒了 這些小草就被你收割了 對不對 那追隨者跟著誰 因為這種類似宗教信仰的那個追隨 柯文哲如果不行了 對不對 幻滅了 那就誰 就轉回那個黃國昌啊 所以就跟你講 黃國昌現在還是在那個 所以你要咆哮 他當然要不停咆哮嘛 對不對 他是不是核心內 你看就知道 你現在還在咆哮就知道 你是核心我的 對不對 核心內現在都不敢講話 對啊 你看 好那你說那個鼎月開發 那竹鴨湖認罪有沒有 他從那裁定書裡面 他裁定書裡面講得很清楚 他說 公務人員裡面他有一句話 裁定書講說貪污之罪條例的 第十一條第四項 第四項是什麼東西 對非公務人員期約交付費款 貸賂 對不對 那非公務人員誰對柯文哲 有影響 對啊 那時候陳佩琪也是公務員 你看看這裡面的賄賂 除了說應小偉 應小偉就是跑跑腿 對啊 就在場外在市議會 在市政府裡面跑跑腿的 對不對 要能夠賄賂 賄賂 然後又能夠說服柯文哲 要柯文哲聽他話的人 因為應小偉 應小偉沒有決定權 就已經4700萬 他跑腿的就4700萬 那你只要省心情瓦大氣嘛 那你今天朱雅虎能夠行為一個非公務人員 又對你 我跟你講 我聽到這句話的時候 我第一個南海裡面福建的就是母解會 母解會 對啊 那你母解會 因為我們在選舉的時候大家都很清楚 2024年誰對柯文哲的決策最有影響 對不對 包括藍白河他可以撕毀 很多政策他決定的話 他可以搞掉 誰對他有影響 母解會 柯媽媽 我是不知道 那不是公務員 對柯文哲有巨大影響力 對啊 母解會 陳志涵歲寒 而且他以前是公務員 對不對 市府的秘書 你說黃珊珊 還是副市長 他也是公務員 他公務員 陳北齊 聯誼的醫生 也是公務員 那還有一個母解會 柯媽媽 真的只剩柯媽媽非公務員 我不知道 因為他要能夠影響柯文哲 因為檢方這個 這個裁定書裡面 法官特別寫很清楚嘛 對啊 具有影響力的非公務員 貪污資這條例裡面第十一條 第四項就是非公務員 交路會落 交路會落 那我就想了 想半天我就拿來裡面 就一直母解會 母解會三個字 母解會 母解會一個字一個字去看的話 消去法 沒有啊 我都不知道 柯媽媽最近很安靜 當然柯爸身體可能有狀況 不是啦 最近有點太安靜了 照顧柯爸爸啦對不對 可能忙啦累啦對不對 陳伯奇也很安靜 黃珊珊乾脆躲起來 對 陳志涵也不去了 自從許甫那天 5月20號被約談之後 5月20... 不知道那天20號被約談 之後有沒有 對喔 接下來那天不是要大搜索 說他跑去現場 我不是說他可能 連勝訴 對啊 陳志涵也不去了 所以跟你說裡面都不去了 都沒聲音 表示 收押李文中跟 朱雅虎 這個動作是對的 喔 對啊 核心內的人嘛 你知道金流的人就是核心內嘛 核心內的人現在都統一靜默 對 4億 都檢點 現在跟他春節 咆哮艙 繼續咆哮 我說這個 這個是什麼 繼續咆哮就聖明核心外啦 對啊 所以我就跟你講 這裡面的貓膩是不是說 檢察官調查的動作 到目前為止 對外面宣示的東西 動作一宣示出來的話 表示說 檢察官真的打到七寸